您知道台湾最大的蚕蜍有多大吗 您要看过可以当马来棋的象龟吗 这些罕见的动物都不在动物园里面 要带您到台中的世贸展览馆 这里正在展出来自全世界数千种的罕见动物 小朋友你们身一尖好不好才能抱着动 躺在地上的大蟒蛇让小朋友尽叫连连 有些大胆的小男生还伸手去抚摸 原本应该让人吓到花容深色的大蟒蛇 可能没经过大场面 居然反对小朋友吓到屁股尿流 哇 它太紧张了 不好意思 于是小朋友一边掩住鼻子 一边往展场内走 这里有全台湾最大的蚕蜀 还有白松鼠 更有体积大到可以让大人骑在背上的象龟 另外像绿猎蜥 鲨鱼等各种罕见动物都可以看到 这里不是动物园 是台中市世贸展览馆 为了安排这些西式侦客 主办那位绞尽脑汁 共有六大主题馆 这样的展出内容 对于小朋友的寒假作业而言 这里有最好的活教材 家长们不妨带小朋友来看看 还是新闻张学员的时节 海中报导 都是什么主题馆路 儿子